欢迎加入韩宇看东亚 您观察日韩核心议题的情报站 我是刘雨晴 今年年底 日本即将公布新的防卫三文书 为了增强防卫力 岸田内阁调整组织筹措裁员 还得要应付自民党茶壶内的风暴 担任自民公民两党工作的小组组长 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 闪电访台透露什么讯息 日本防卫三文书 会改变东亚的安保格局吗 我们独家分析 同时国防议题成为九合一选后 首场补选的重头戏 在此呼吁一下 吴一农 王洪威两位候选人 他神之时可以公错 分析日本走过的路 思考一下台湾的未来 另外178家台湾水产品 禁止输往中国 损失60亿台币 农委会寄出三项措施 转往东南亚或内销 开拓日本市场 持续完成中国要求的注册程序 我们特别针对日本的部分 邀请专家来解密 台湾的美味鱼产 想在日本入岛 入户 入新 还有吉里路 马上请来宾加入讨论 首先欢迎固定语谈人 东海大学陈永峰教授 东海大学陈永峰 大家好 府人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何思胜教授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观安战略专家陈文甲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东亚震撼旦 日本防卫三文书修订 进入最后阶段 航空自卫队 从此有一个更响亮的名称 改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相当有画面感 主要针对核心防卫三文书 马上请东亚震经署的署长 带我们了解 署长来了 这个防卫三文书很重要 超级重要的 所以非得力量弱的安田伦雄必须抬出 在殖民党内现在全市最大的 马上太郎来主导这件事 内容已经慢慢放得出来 比如说要具有反击 敌方的基地的能力 那个就是攻击能力 另外总额要达到 虽然是分5年 要达到GDP的2% 这个现在都知道了 细节上当然还没有公布 最后会通过隔翼 才会让我们知道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这个大概10年改编一次 修正一次 防卫计划大纲 一般来说5年左右 但是当然都没有一定规定如何 而中期防卫力准备计划 是配合防卫计划大纲 来进行修订的 所以大概下面是细节的5年的部分 最上面的是战略 所以下面是战术的部分 10年跟5年 老师我们先从保障战略来讨论 战略的部分 首次这个是在2013年制定 所以到明年的话 今年底刚好10年 明定外交跟国防的基本防针 这一次是第一次的修订 所以超级重要 但是10年前 中国的存在 跟今天中国的存在不太一样 北朝鲜货 整个局势完全有变得 俄罗斯真的发动战争 这整个国际局势都不一样 其实在中国对外知识跟军事动向 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跟警惕 这个都白话文 再来防卫计划大纲 国际市为了制定国家防卫的战略 它的前身 现在是用防卫计划大纲来处理 是一种国防力量的整备指标 这个从1976年开始已经经过了6次 6次的制定 这一次是 最近的一次是2008年 这一次是第7次了 再来配合上面的防卫计划大纲 所进行修订的 叫做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 是以上面的防卫大纲作为基础 具体规定武器整备规模 国防备用整的 这个已经是细节 整理出来了 非常非常细节的部分 而上一次的修订是2019 会一直归制到2023年 所以再来2023年马上到了 所以要进行改变 然后你要问什么 你看各党 在执政党里面 自民党跟公民党 有一些不同的论战 但是当然是基本上 已经同意这件事了 最近也来到台湾的小野15点 当过防卫大臣 他说这三份文件所归纳的内容 说明了日本国防的强化 跟抑制的方式 我们经过深刻的讨论 这个我们当然是执政党内部 包括自民党跟公民党 让日本能够继续维持 和平国家的姿态 也就是说要变成更强力的 和平国家 必须要强化武力 怪怪的吧 但是只能这样说 公民党的话 该如何保有被称为 战后国安政策转机的反击能力 所以本来公民党跟中国方面 是有非常多的沟通管道 这一次也不得不 把反击能力也放了进去 我们和自民党进行了 非常有价值的讨论 这是吵架 包括裁员的问题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说明 还有日本共产党 最极端的反对党共产党 就这样说了 这不仅不是最低限度的国防 根本就是最大限度的攻击力 已经不是智慧队了 已经具有攻击力了 共产党是要讲那件事 这个当然已经是宪法问题 这是大政治 然后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到的 税收的问题 那个完全是小政治 我们等一下再说明 但陈老师 这三份全球瞩目的国防文件 无论如何的修修改改 最后还有一个关卡 就是您刚提到 要通过隔议这一关 继续要请陈老师说明 这个程序由谁来参与 然后最后是谁来拍板定案 电视上各位都看过 日本的隔议内阁会议 非常奇特 一张纸都没有 每个人 包括首相在内 所有的大臣参加的人 面前一张纸都没有 也不像我们的那个会议 或韩国的那个会议 全部摆电脑 像那个陈文贾老师那样 没有 什么都没有 所以表示 所有提出来的案子 在事先全部经过水面下的调整 在那里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念 然后就通过了 好 刚才陈老师说 水面下大家都已经调整过了 那么提到了岸田内阁 他年底的重大任务 就是要修订防卫三文书 很多的细项逐渐浮上台面明朗化 折政联盟的自民公民两党 也已经完成事务协商 双方同意在文书当中载名 要取得战斧寻衣飞弹 在最高层级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当中 把中国的扩张举动 视为空前的最大战略挑战 我们首先请问副会长 这么大的变动代表何种意义 其实我们来检视 它的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面 它在2013年的时候 它是把中国 就是要变成一个 说要注意它的一个动向跟警惕 然后到马上我们要推出的 在年底要公布的战略里面 其实把它变成一个挑战 那这个其实是改变并不是太大 并不太大 因为其实 以为我们以为是会变威胁 结果没有 因为其实就不管是警惕也好 或是挑战也好 或是威胁也好 面对的就是像 这个警惕大概就是一个竞争 那挑战大概就是可能一个对抗 但所谓的威胁就是敌对 所以并不是很大的空前的改变 那为什么会从 本来是我们认为会威胁 会然后变成这个挑战 原来是第一个美国 它在十月份的国家安全战略里面 把这个中国定为只是一个挑战 所以当然日本就跟美国配合 配合美国 变成是一个战略挑战 对 除此之外 其实加上这个岸田它是一个重商主义 加上公民党的反对 而且这个中日前任 他们又要提出双方先能够建筑 建构一个建设而稳定的关系 所以在在的凸显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其实每个国家 它的都是有在追求一个 安全极大化跟利益极大化 毕竟这个中国是日本 不管是经贸的利益 或者是说在地缘的威胁 它在在都会去把中国 当成是它一个非常注意 而且要去 不要去敌对 就不要为恶的这个观念 所以它的这个 我觉得改变并不大 那除此之外 如果说有的话 那可能会仅限于 因为其实日本 对中国的警戒 警惕加深 所以变成一种挑战 然后所以它在战略上 它可能会原来从专守防卫 它的国防 然后变成这个攻守合一 这是一个改变 但是我还是强调 不是空前的改变 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正式载明 日本将发展拥有 可攻击敌方 飞弹基地的反击能力 面对乌尔战争 台海风险升温 还有北韩飞弹四射 这些区域安全威胁 日方似乎在摸索 要建立更完整的反击能力 继续要请问国安专家 观众朋友当然也会好奇 这位队提升反击能力 会具体落实在哪些武器层面 其实由于最近 这一两年的地缘政治的变动 尤其乌尔战争之后 然后再加上 这个北朝鲜 一直在做一个导弹的试射 然后加上俄罗斯 有时候动不动就来跟 配合中国绕着日本海域 绕一绕去的 因此其实 当然日本觉得说 也深受威胁 所以他当然就是要去 希望就是从专守防卫 到攻守而已 他就是为什么要攻守而已 其实他还是以守防卫为主 只是当我们知道 如果导弹过来的话 他可能需要一个拦截 当快到本土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他必须要发展所谓一个 这个源头打击 那因为导弹 所以他现在有几个 这个比较我们特别注意的 几个武器 大概我们就经常 对这个日本现在要加速改良 他的这个反舰的一个 腰两式的一个导弹 那因为腰两式导弹 本来他只有200公斤 他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基射型的 那他现在慢慢的也要 发展成到这个从200到1000 然后也要发展从 这个从陆基到这个海基到空基 甚至有可能是浅射型的 那这样的在在呢 就会去利用这个 利用他这个所谓的更有 更具备有源头打击的力量来 确保这个 这个日本的本土安全 那此外呢 其实我们也注意到 其实现在日本呢 从这个2018年呢 他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防卫计划大纲里面呢 也部署了这个F-35的 这个V的这个战斗机呢在 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初遇名号上面 那在在的呢 他也是会凸显一个部分就是说 他希望透过这个东西来做一个有效的一个 一个防卫跟攻击 因为他认为说这个攻击是最佳的防御嘛 这是一个他概念 除此之外呢 我们最近看这一年来 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美日同盟的演习 第一个演习是这个利剑演习 还有一个是东方之盾演习 其实呢他在在的就是原来呢 他从北海道一直现在呢 已经在西南海域 那而且呢他所使用的这个 这个这个飞弹都是从这个海马式的 豆管式的火箭 还有包括这个所谓的 一干 标枪式的这个反坦克的一个飞弹 在在到就是用飞弹呢 来进行有效的一个实射 然后呢除此之外用这个实射来跟 对美日的一个 一个联合作战的一个对接 那因此呢 其实这是一个武器 还有它的战术战法的一个改变 好 刚刚提到了武器装备的提升 还有美日联合作战能力的提升 可以看到日本方面现在国防的策略是 反手为攻 加强源头打击的部分 而我们谈到在下一个层级的 国家防卫战略当中 自民公民两党都同意将共军 今年8月军演发射飞弹落入冲绳 周边专属经济区EEZ的行为 视为对区域居民之威胁 外传这是为了满足相对于 比较亲中的公民党的立场 自民党原先坚持对日本 与区域居民之威胁 我们请问何教授 就您的观察 在安保层面 自民党跟公民党目前的对中态度 潜在哪些分歧 当然那个志工联立政权 他们虽然是联合执政 不过这两个党基本上在政治光谱上 事实上他们在不同的一个位置 所以刚刚永峰老师也讲到 公民党基本上他在过去 中日还没有建交的时候 他本来就是跟中国有非常深的关系 所以在当时他们在谈判建交的时候 公民党也扮演了等于是先前部队 也是潜水艇的这个角色 所以在整个这个中日关系里面 当然公民党他是有角色的 而且他跟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关系 基本上跟自民党这个相比较的话 那北京当然是跟这个公民党是比较友好 那不过在自民党里面的话 这个我们讲的他自由党跟民主党 这两个这个系谱 如果我们再去做区隔的话 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岸田文雄 他所属的这个自由党系 事实上他在自民党的党史上 他曾经出了七个领导人 就自民党的总裁 但是很衰的是他有两个这个自民党总裁 都不是首相 一个是这个河野太郎的爸爸 河野杨平 另外一个是古元真一 我们都还记得他 但是就是说事实上大陆也知道 就是说这一派在掌政的时候 事实上中日关系都不错 那所以事实上大陆对于岸田 是寄以这个希望的 所以他们这一次这个修订这个东西 当然这也是一种这种 那反正在内阁里面 这个现在轮到你来处理这个事情 而且时间也到了 所以他必须要做这个事情 不过在刚刚我们讨论里面 就是说岸田还是留一些余地 比方讲就是说他们原本在隔夜里面 自民党是很强烈的要求 要把中国列为是威胁 不过他知道如果说用威胁两个字 中日关系就去掉了 那换言之于说中日之间的这种 他之前在APP里面跟他谈的 这些要缓和这个中日的这个关系 甚至于就是在2023 他找机会要重开首脑外交 这不只是日本讲孔璇佑也讲了 那这个都会变成是乌有 所以他这一次大概就是说很不容易的 用挑战 那当然这也是公民党也作为一个这种 等于是助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然后把他变成挑战 不过这一次跟2013年我们去比较的话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这个就是说中国大陆在过去 他是列明第二 上次排在第一是这个 是北韩的金氏王朝 那但这一次的话 北韩这个就被挤到后面当老二了 不过就很怪老大对不对 中国被排在前面 他没有称他是威胁 是这个叫做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战略挑战 可是在第二名的这个北韩 他还是叫做威胁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点势子兼软的词 而且他这次有提到俄罗斯 事实上那个刚刚永峰老师讲说 他们的这个具体内容还没出来 不过日本媒体有时候 他们会泄露他们国家机密 那就是说也有提到俄罗斯 俄罗斯也是威胁 所以蛮好玩的就是说排在后面的 北韩跟俄罗斯都是威胁 但是站在第一名的中国不是威胁 是挑战 好 事实上还要面对政坛内的风暴 像13号岸田首相在党内干部会议上强调 要党内同志正式防卫裁员不足的问题 好好端出增税方案 资民党税制调查会 目前就提出的草案整合 像是有法人税 香烟税 复兴特别所得税三项裁员 用来填补一兆日元的防卫费 目前渴望朝向附加税的方式执行 进一步要请问何教授 日本历史当中过去有没有用过 增税来支应国防开销的例子 事实上日本它现在增税的空间不大 比方讲他这边提到的就是说法人税 法人税是有国际行情的 如果你的法人税过高的话 基本上会让整个日本的企业往外移 它又不见得要留在你日本 另外香烟税这个是一个税源 但是日本现在抽烟的人越来越少了 没有像以前那么多 而且现在日本男人慢慢不抽烟 女人开始抽烟 蛮好玩的 另外也就是说他这里面提了一些税制 事实上如果真的要征税 比较有可能的还是所谓的消费税 可是他不敢提消费税 事实上日本的消费税只有10% 那我们看起来就很高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过在安安倍的时候 从5%到8%然后再到10% 对不对 可是它距离欧盟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水准 欧盟的平均水准大概17 18% 而且在工业先进国的这个会议里面 G7的会议里面 希望这个日本能够把财政这个弄得更健全一点 不然这会引发这个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个金融问题 那日本它的这个 还是偏低 它的这个消费税基本上 以欧美来讲的话 希望你拉高到17 18%的这个 所以它是有增高的这个这种空间 那问题就是岸田它要不要它敢不敢 不过它如果现在它征税的话 我认为它无可避免的要受到这个 就是说这个民意给它的一个审判 那它可不可以继续担任自民党的这个党魁 那这个会成为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它在征税上面 基本上是很简 甚至于之前日本朋友说 何老师干嘛征税 他说这个我们过去安倍 他的这个三支建为我们日本的经济 这个等于是带来这个扩张 所以我们税收也增加 我们用那个增加的税收 然后就可以来致应这个 我觉得那个是天荒夜台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们如果这个不征税就是发行国债 不过这个对于这个岸田而言的话 这两件事情都他不想做的事情 而且他也特别强调说 他要严守这个所谓财政纪律 所以现在在台高足的日本政府 在征税的话 我觉得这个他等于是自己打自己的脸 但是不想做的话 如果不征税来支应国防开销 那么提高了国防预算 钱要从哪里来 现在台湾面临的是民进党台北市立委补选 参选人吴宜农 他提出四种国家安全政策 像是义无义的训练内容 还有检讨议期建立国家安全政策指导文件 还有防卫部队 以及全面推广灾害应变训练等 前立委林卓水表达赞同 他直呼一遇到兵役这两个字 总统就退缩 议员更是全面晋升 真可悲 吴宜农直求对决 这才是台湾要的国会议员 我们现场有三位来宾 大家都应该退役了 我们看看日本的例子 也想想台湾 请问现场来宾吴宜农 他真的点出兵役的问题吗 请举牌 好 我们看到陈老师 基本上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曾兵不兵的问题 我也大概十年前开始 写了非常多的文章 那是思想问题 甚至不是财政问题等等 所以重要的是确认敌国的存在或不存在 另外一个主权的国家到底维持还是后退 这个当然参考的坐标 我说这些话参考的坐标是欧盟 欧盟为什么可以从征兵制 几乎全部都后退到 或过渡到募兵制的状况 那当然是两大敌人的后退嘛 一个是旧苏联 另外一个是德国 但是现在状况又改变了嘛 所以包括法国在内征兵制又回来 但是当然我也不晓得 吴云龙提出这样的主张 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空找他来问一下好了 好 国安专家 我是觉得呢 其实吴云龙所讲的呢 当然也有他的道理在 只是我觉得 就我对部队现在了解 其实重点是在哪里 其实现在郑兵做得不错了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这个募兵已经做得不错了 然后他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募兵的达成力也很高 只是呢 这个当然啦就整个目前还是现在兵源还是比较少 因为烧紫化影响也有对募兵 然后当时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是说 如何提高待遇 如果提高待遇 因为如果待遇能够提高 比如说这个这个募兵呢 我们假设现在三万多 是没有竞争力的 因为太多 像我这个学生毕业一个月三万多 他何必去当兵 那如果提到五万 那就有优因了 好 军人的薪水啊 社会地位的提升 然后让他们恢复当兵的一种荣誉感 接着请问何教授 全民皆兵到底有没有吸引力 事实上我觉得这个概念 这个可能有点问题 因为全民皆兵的话 事实上如果真的台湾有事的时候 全民皆兵是危险的 那等于是提供敌人方便而已 就是说事实上在这个 在国际法里面的话 你战争的话 你只能够去杀这个对方的这个武装的力量 对于老百姓是不可以的 那个会犯了这个战争法 那所以就是说这个 如果你把变成全民皆兵的话 我认为这个只不过是 在真的就是说这个两岸 如果真的发生冲突的时候 这对台湾老百姓而言 这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觉得全民国防是正确的 全民国防的话是 就是说让老百姓 这个对于我们的安全有这个认知 而且支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国家的这种自我的这个防卫 那这个是两件事情 我不晓得这个吴英龙他到底讲的是什么 如果是讲这个全民皆兵的话 那我认为他弄错时代了 像我们经常研究日本 这个陈永峰也知道 对不对 日本以前在这个大东亚这个战争 直到最后没有办法 他是全民皆兵啊 全民皆兵的结果就是全民皆死 好看来台湾的国防转型还有的吵 保家卫国人人会喊 政治人物的做法却有千万种 但负责出钱的 恐怕还是你我这些纳税人 下一阶段我们来谈 岸田政府如何筹钱办好国防 还有自民党政调会长 秋生 田光一访问台湾 带来哪些关键讯息 我们继续来延伸 国防问题 千亿法动全身非常敏感 日本经济安保大臣高市早苗 立刻在推特反映 自己没有受邀参与相关会议 又对岸田首相的增税方案 表达不同意见 那么高市的理由是 首相在这个时机点 发表打击加薪信心的言论 实在无法理解他的真实意图 2024年增税的裁员 应该先评估2023年春斗的结果 再决定 我们要特别请问专家 一向以鹰派著称 对于强化防卫能力 刻不容缓的高市 为何在这个节骨眼 要打出经济牌 何老师 当然我觉得这个 这高市早苗他点出问题点 那不过就是说 他敢这个讲得这么白的话 这也表示就是说 在未来的这个日本的 自民党的这些 这些位置的这样的一个竞争上面 特别是总裁的位置上面 基本上他没有在玩 所以在没有在玩的人 他自然可以放得很开 他可以冲得很前面 我觉得高市讲这个 我觉得他这个等于是 他一次打两个 他一次第一个打你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你这边 就是说你讲到说2027年 对不对 GDP两% 然后要这个增加到四十几兆 对 那你是不负责任 可能到2027的时候也不是你 所以你也不想负责 那另外一个就是也叮他 你现在这个经济 那确实弄得这个很烂 那经济这么烂的时候 你还要再搞这个东西 他问你 他急于逗一来 我们看到了 高市可以说开出了第一枪 而且不同的声浪还有 来自于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仁 13号在内阁会议当中的记者会 他针对了岸田的计划强调 不认为内阁意见不一 但是他又说 希望不会阻碍投资与加薪 虽然后来高市亲自跟 首相岸田交换意见 但事后还是补了一句 阁员的任命权在于 首相未经做好 如果被免职 也毫无怨言的心理准备 我们要请问陈老师 目前防卫费征税案的阻力 最主要来自哪里 终治人物只要失去人气 什么都不是 现在这些发言反对的人 全部都想离开内阁 也就是说如果突然之间 安田文雄不干了 总裁必须改选 总裁必须改选的时候 你还在内阁里面不太应该 这是本的特有的习惯 你还在阁内的话 不太应该去挑战 你的内阁的首相就这样 所以可以提前离开的话比较好 另外当然就是自民党内的内战 完完全全的内战 权力争夺战力量的力 也就是说在现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反对派最大的功能是抓毛病 这是身体检查 只要是首相派所提出来的主张 你看包括内阁成员 这个后来隔议都会通过的 在隔议里面通通都会通过 但是事前叮你 这表示今天的安田文雄 在支持率非常快速的下滑 然后本来自己都没什么问题 包括统一教在内那个都不是自己的问题 或按背进山的背刺身亡等等 根本都不是他的问题 但是你看晚禁对于防卫费的 他提出了增税这件事 被坑死 如果用何教授的话的话 被叮死 好 刚刚陈老师点出一个重点 除了现在有好几派的人马 都表达反对不同的声音之外 人气就代表一个政治人物的生命 那么前阵子 内阁大臣平凡的轮替 现在就有隔园隔空喊话 这似乎有点不太对劲 所向岸田文雄的领导能力 出了什么问题 是因为内阁满意度不佳 所以有人趁机跳出来放话 或者本来上心力就不够 隔园螺丝松了 我们来看日本的每日新闻 一针见血 认为岸田没有真正的心腹 所以我们要请问国安专家 您怎么分析 像是岸田跟安倍的领导力 岸田有可能像安倍一样 有无条件可以替他挡子弹的监议委 这样的人存在吗 其实这么回答的话 就是安倍跟岸田 其实他的领导力做一个比较 那就两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当然是这个安倍的 不管他身世 不管是他的这个条件 政治资本都远比这个岸田多 你看这个安倍能够干了八年八个月 干了三千一百八十八天 这个我觉得是他的实力在 然后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我觉得性格也很重要 因为岸田本身 他是属于一个自由派的 因为我们的自由派 他就是会协调 那协调用什么协调 就是所谓的预以利 用利害来大家结合 没有一些真正的一些意气的 所以他自然而然 这个就没有自己的朋友 那反而是安倍他有霸气 为什么 因为他是所谓保守派的 所以他当然有一些这个 用意气 人家说君子寓一小人寓一利 这个部分 所以当然高下力见 所以也因此来看 当然在安倍的领导之下 他的这个菅义伟 当然也是此丁他地跟着他 因为毕竟他总是一个 不管是他的性格也好 或是他的这个能力也好 当然能够让这个菅义伟心服口服 那反正你看就是安田起来之后 你看菅义伟都没有声音 他认为说反正这叫良情逐目而期 这是我觉得一个最好的比喻 好我们看到安田 现在他的领导能力备受质疑 不过台日之间交流不能停 台日双方11号共同举办 台日关系永续论坛 许多政界学界人士与会 在日本政治人物部分 自民党政调会长众议员 秋生田光一 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 现任众议员林木兴佑 松本杨平 延祺张九 参议员三宅申武等人 都到场与会 何教授也在现场 那么这一回 阵容相当庞大 我们回顾前一次 自民党政调会长访问台湾 都是19年前的事了 我们邀请何老师来说明 您现场感受到的氛围 日本方面希望传递 哪些重要的讯息 当然今年是中日建交50年 他们在北京跟东京 也各办了蛮多庆祝 或者纪念中日建交50年 台湾就比较尴尬 因为事实上跟北京建交 就是意味着跟我们中华民国断交 50年前他是背弃了我们中华民国 不过他在解释上面 他认为在断交之后 他开启了另外一个双边关系 叫台日关系 不过在台日关系里面 过去不只是内阁的阁源 到我们台湾来是比较困难的 连自民党里面的党三亿或党四亿 如果加上副总裁 现在就有副总裁 他们到台湾来是比较困难的 当然讲到台日友好 不过在台日友好的这样的一个发言 这个背后 我认为日本政治家的好处是 他们也不太骗人 在台日友好的这个大前提之下 他们我们也可以听出 就是说在台日的这个关系里面 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局限性 那包括在这个 我们也没有听到说在CPTPP上面 这个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努力 在我们已经申请 这个要加入CPTPP已经一两年了 对不对 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进度 还有包括台湾有事的这个情况之下 你日本如果跟美军这样的一个协作 那你可以在台湾有时候 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日本都讲得非常的保守 而且是模糊的 当然这也符合日本人的个性 那日本人讲话向来是谨慎的 所以我们也应该要对于台日关系 我们要我们也要有一种这种基于现实的 这样的一种认识 那不能够这个对于很多的问题 我们有太过一厢情愿的期待 好刚才何教授感受到在整场会议当中 台日友好的氛围的确存在 但是也认为在交流的部分出现了某些局限性 所以除了政治人物之外 重量级的学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若林正丈 他也提出报告 观察1972年以来中日关系还有台日关系 前者有邦交 但是中日人民之间互相观感 一直没有办法好转 日台关系虽然没有邦交 但是存在良性的循环 不过更重要的是关系再好 也要懂得分寸 不熟而不拘礼 才能够呵护得来不易的台日友好 这一点要请问陈老师 您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做得到 当这个日方提出要求表达难处的时候 要怎么开口 若林正丈教授学台湾史 是跟着台湾的客家人的大学者戴国徽 戴国徽先生是日本的台湾史研究的 最前面的前面 没有他的话就没有今天这么多徒子徒孙 包括日本人 包括台湾人 所以受到戴先生的影响非常大的若林正丈 所以他当然也知道客家人在台湾所存在的 非常的 非常不容易判断自己的立场的那样的困难 而这个反射到台湾的世界史的立场 当然也有这一部分 到底要怎么样处理 虽然刚刚何教授也提到这一点 然后中国跟日本建交50年 刚好就是台湾跟日本断交50年 但是另外一边 现在双方都讲了 现在双方的政治的主导者们都讲了 现在是台日友情50年 所以跟台湾断交开始的那一天才开始了台日友情 这本身就超级麻烦 不过当然前面是蒋介石集团的一个中国政策 中国方面当然也是一个中国政策所带来的 各式各样的副作用跟后遗症 但是从今天来看 确实民间的各式各样的交流是外交的基础 台湾的一般人跟日本的一般人 不要讲政治方面 那个往来是非常的坚固跟深厚的 单单今年的国庆日 那当然是辛亥革命的 今年是111年的纪念日 日本的高中生当然也不知道 为什么10月10号是台湾的国庆 但是来非常自然的得到了台湾人的欢迎 所以也就是说类似那样的交流 我觉得反而是更重要的 不过程老师我们还是想了解 要怎么样做到若林教授说的 勿手而不拘礼 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互相理解 我们这一边包括总统府开始 要批评他们吗 不晓得要跟谁来往 所以明明已经友好的50年 假设像日本人或我们现在说的 已经友好了50年 但是台日关系的紧密度或好或不好 非常难判断 虽然今天的民进党政权号称 这是有史以来台日关系最好的时候 不过大部分是反射在于日本跟中国之间的距离 因为跟中国不容易来往或跟中国发生的大问题 转向到台湾这边来 这个事情如果我们永远是这种配角中的配角的话 因为不跟中国来往或因为中国的各式各样的崛起 对日本或其他的国家产生的威胁 再往台湾靠的话 那我完全没有自主性 我觉得那个是大问题吧 好 因为秋生田在将近长达有半个小时的基调演讲当中 日本将以北约各国为基准 将国防预算提升到GDP2%以上 从根本强化防卫能力 反观这30年来 中国的军事费用增加快要40倍 还有韩半岛气氛也不寻常 北韩不断的违反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发射导弹 频率更甚以往 东亚局势可以说是环环相扣 我们请问副会长 台湾在日本新的防卫构想当中 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其实这个日本的新的防卫构想 其实在去年 这个拜登就任之后的首次 跟日本首相菅义委 10月16日要会合的时候 这高官会谈的时候已经透露出来了 怎么透露两个讯息呢 第一个是当然他们日本是要去决心 要加强他们的自身防卫能力 然后以来怎么样 维持这个台海的和平稳定 这已经彰显出 这个日本他现在已经 在这个外交或是说军事 在经济上已经配合美国 要去对这个中国要 本身这个有实力才有和平 所以他们要去加强他们的这个军事实力 那此外呢 其实在这个 在军演上也能凸显出来 比如我刚讲的是 不管是这个今年的东方之敦 或者是历见演习 其实他都是把这个假想敌针对中国 因为以前其实这早之前呢 都是在针对俄罗斯 他现在已经转向为中国 那除此之外呢 也要去怎么样 他就以把 这个不管是这个不管是登岛 或怎么样都是把台湾呢 有事当成是他们的这个共同的话题 那因此呢我想说 这就台湾是在这他的新 他日本的一个新皇位构想里面 是什么角色呢 我觉得从这个战前 他把这个台湾呢 当正是南京政策的一个战略前缘 现在也是 为什么 现在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听到说 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等于每日同有事 那因此呢 这个各个时期呢 台湾就是一个战略前缘 所以我们知道 其实台湾的从地缘角度的看 其实台湾呢 就是犹如两块石头 如果说呢 这个一个是垫脚石 如果这个台湾挪到中国的手里 那当然中国就是如出无人之境 在第一岛链 那如果说 这个台湾能够紧密的 跟每日同盟在一起的话 那就是每日之间的一个 就是我想是一个 就是一个垫脚石 好 国防问题当然是重中之重 不过现在民生经济压力也来了 中国大陆禁止输入台湾鱼产 酒类 糕饼 是登记文件出了问题 还是精准打击台湾经济的第一步 台湾养殖业 食品业 如果不赚人民币 日本人会给台湾人赚日币吗 如此复杂的政治农政经济议题 环宇看东亚帮您抽丝剥茧 日本农林水产省 12月5号发布数据显示 1到10月出口额比去年同期成长 1486亿日元 成长率达到15.3% 对中国出口成长24.5% 达到2293亿日元 金额最多 品项的方面是扇贝跟酒精饮料最受欢迎 其次才是对美国出口成长20.8% 达到1655亿日元 由此可见日本农产品 还是相当依赖中国市场 我们要请问何教授 日本农产能在中国市场保持竞争力的原因是什么 事实上这农产品有时候 有饮食习惯的这种接近性 另外一个就是有地缘的关系 因为很多的农产品基本上包括水果什么东西 如果说地理位置比较近的话 那当然在这个整个运输上面 成本以及它的一个保鲜度上面 都比较这个拥有这种市场竞争 所以中国大陆自然是这个日本的这个食品 跟这个农产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而且这比例还比跟美国还要高 因为美国跟东亚之间还是有这种 饮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不同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日本跟中国 我们不要认为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军事上面 在安全上面的这个大家这个吵得很凶 闹得很凶 有时候还会就在历史问题上面 吵吵这所谓的反制 事实上我们去看就是说 一般的日本的这个一些商品 特别一些文化的一个商品 或这些饮食 在中国的这个高端的这个消费里面 它是很受到市场的一个欢迎 那像这个大陆很多的这种年轻朋友 也很喜欢日本的动漫 所以这个东西事实上就是说 这个我们从这个数据就可以看到真相 有时候我们可以讲就是说嘴巴讲的事是一种情况 但是有时候你身体所做出来的另外的一个 这种具体的一个行为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所以就是说在整个这个中日的关系里面 大陆也看到这一块 大陆基本上也认为就是说 这个在整个这种中国的这个年轻人 或日本的年轻人这两方面 事实上是未来在中日的一个关系里面 它是互相可以比较有希望的 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像我们这种 头发已经白的人这么的讨论对方 好 何教授点出嘴巴说不要 身体很诚实 刚才了解了日本的优势 不过台湾面临的问题可大了 中国海关总署最近就借着注册市邮 宣布暂停进口台湾部分产品 像是秋刀鱼 还有目前正值产季的五载鱼 这些水产品陆续又出现 像是台湾啤酒金门高粮 这些产品被禁止 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的会长苏嘉全表示 正在跟日方积极接触当中 要把台湾各项好吃的农鱼产品 尽快的输往日本 我们要请问博安专家 日本市场要快速接纳台湾产品 有哪些条件 其实你讲到这个农鱼产品 其实本身日本呢 它也生产鱼 然后鱼还比我们台湾多 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这个鱼业就那么好去销售 除此之外呢可能这个其实我们一直希望日本能够接纳我们的这个产品 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也必须重视要注意到日本的口味 要尊重他们 然后除此之外呢 其实这样子才不会在这个国内造成一些竞争问题 还有我觉得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信誉 信誉 因为我觉得 商品的品质 对 因为我这个我住南部嘛 那其实之前他有经过我们这个 大陆经过我们的石斑鱼 那其实本来合法400多家 但实际上因为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一些掠币也来了 那因此呢造成这个投机倒把 所以被剪出这个农药什么一些禁药的东西出来 那所以呢我们对于日本这部分呢 我们在这个信誉跟用药部分 我们要严格的把关 不管是这个农委会或者说养殖户他们的良心 一定要拿出来 因为毕竟呢这个日本呢 它是一个非常 它是一个比较古墨 它是比较比较的一个国家 那此外呢我觉得说这个 应该我们把这台湾的产品 要做到像台积电这样子 这么有水准 大家都全世界都真的要 那自然我们就会成功了 而且我们的护国神山给我们做 其他各产业的一个一个开模 所以我想说呢 凡事呢这个我想想 旅是就是应该是要向这个台积电看起 自然而然的 不管日本要 我想全世界都要 回归到一个基本面 也就是说商品一定要顾好 一定有品质 那么才能够销往日本 也让日本的消费者 对于台湾的各项产品有信心 您还记得石斑鱼背禁吗 想办法要上日本餐桌 但如果800多项产品 高达有60亿台币的金额 通通现在因为遭到中国封杀 就叫日本人来吃 这会不会影响日本民众对台湾的观感 我们要请陈老师 这个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是否违反前面我们提到 若林郑丈教授说过的关系再好 也要懂得分寸 就是刚刚文角兄已经大部分都回答过了 确实不需要过度的感情性的勒索 回归市场原理 如果你是一个厉害的东西 就像虽然已经不太愿意一直讲台积电了 好像台湾只有台积电一样 但是我如果到那个层级的话 是别人来拜托嘛 而不是我们卖不出去的时候找他 另外一个我刚刚也讲了一部分 大政治跟小政治一定要分清楚 你什么事情都用大政治意识形态等等来处理的时候 会过度另外会失效 小政治的部分 比如说农委会管的事情 登记或者是没有做好就不见 另外经济部门的检查等等的问题 这些小政治的部分先自己处理好 这当然跟国内市场有关系 文角兄跟我都住过日本 而且文角兄是南部的小孩 所以对于水果或农鱼水产品 不管是包装卖相上品质的区别 大小粒好买等级的区分或品牌化 这在日本都做的相对上好 不是说他们就好我们就不好 但是我们的市场上或传统市场水果摊 总是看到尘世不齐的那种卖的样态 这个跟日本是相对上合不来 所以刚刚何教授还在的时候也提到了 中国的高阶的部分对于日本的水果农鱼产品 有相当大的购买力 那个是什么 表示日本的东西虽然贵但是卖得出去 所以只有高阶的人在买 但是为什么那么贵 比如说也有很多日本的水果 在我们的百货公司地下的那种超级市场在卖 但是相对它的价格非常高 但是一样卖得出去才会摆在那里 所以它的价格跟品质要划上等号 所以小政治的部分是这一类的 包括检查在内或者是卫生管理 食品管理甚至它的品质的部分 但是如果全部都用 因为这是敌对国家 或故意要打压我们的农鱼产品 而没有办法进口 老是用这一类的事情 我觉得会有点超过它实际的样态 另外如果真的认为这样的话 那不要往来 不要往来就可以让我们的农户 渔户 农民 渔民 早就知道我们的市场不在哪里 去开发其他的市场或我们本土的市场 必须这两边分清楚 而不是打非常曖昧的战略 他们要我们的时候就卖 发生问题又说政治打压 这样是不行的 不要情感勒索 然后要拿出真的好的商品 销往日本 另一方面或许农渔民也可以 想方设法转一个其他的国家来销售管道 2021年中国海关总署已减出甲壳虫害为由 暂停进口台湾凤梨 不过即便2021年销往日本的凤梨逼近1.8万吨 创下历史新高 依然无法弥补中国市场5万多公吨的缺口 另一方面日经提出警告 今年台湾凤梨进口 供过于求 而且品质不太稳定 又有产技限制 可能导致未来进口量下跌 继续要请问国安专家 能不能提出什么样的解方在看完凤梨事件 前车之鉴 台湾鱼产跟酒类如何避免重蹈覆车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不管是农产品 或者是说其他像酒类的产品 其实要一个从长机跟部署 不能今天这个被大陆禁了 那我们就要去卖日本 日本禁了 要跑去哪里 所以就是我觉得说 这个农民也好 这个无所适从 对 回到基本性就像一个商业也好 就是官民要合作 什么官民要合作 老百姓本身这个 不管是养植物或是 这个所谓的生产者 可能就秉持着良心跟幸运 那政府其实也要帮 我们这个广大的农民 想想出路 因为这种劳力提供 其实台湾的农民都非常弱势 因为这个关税的问题 那因此其实 我觉得我们台日之间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管道 就是每年都会召开一个经贸会议 但是我觉得这个经贸会议里面 我觉得每次都是与这个雷声大 余点小 那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这个 这个官方是不是利用 包括这个农委会跟经济部呢 这个平台呢 跟日本多争取一点 然后来增加我们对 进口台湾的一些这个 不管农业产品或 其他产品的一个数额 然后来回归 就是不管是产品或是贸易体系 来扩大这个一个经济合作的面向 我觉得这样子也是能够有效来促进 所谓的台日一个交流跟一个合作 跟一个深度 的确除了要透过官民合一之外 也要想办法扩大市场 然后同时提升台湾农鱼产品的水准 这几年台湾精品超市越来越多 相信大家也都有经验 下去这个地下室的时候发现说 有很多从来都没有看过的高档水果 也创造出所谓的贵妇经济学 特别是日本顶级水果的价格高昂 但是照样是有消费者愿意买单 最近架上就悄悄出现 好像连日本人都不知道的 红马丹纳蜜干三公斤 要价大约3600元 台湾农业拼转型现在来得及吗 有没有办法可以成功打入高端市场 我们要先请问陈老师 有没有吃过这么贵的梦干 当然没吃过 每年日本不是都会办 第一颗哈密瓜的拍卖吗 那个当然日币数百万元都有 那个未必是我们的消费习惯 也就是说在日本当然也是在 也是在料亭里面才吃得到的 未必是实际需要那样 但是有它的市场 所以我们更重要的是行销 另外一个是品质 如果让以前到日本去卖水果卖鱼的话 一定会打进高级的高级层 当然那个未必是农水产业的全部 因为我们有更多一般性 所以要打进日本的一般的超级市场 让日本人或 当然也不是只有日本人 让全世界一吃就难忘 没有错 所以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品质的管理 所以晚近不是也有日本的朋友 来我们现场说 他明明要帮忙卖台湾的工具 结果到了日本一进口 发现有很多不好的工具 那个都不是我们本意 本来的